大家好,我是金鞍善软线 继续讲建筑研究第十一 吴州好看牛纸的扶手和难关特点 我们讲扶手的形态和走向 首先讲艾档 它是一段式的意思 即是从它一楼到楼顶 全部都是一条幕的扶手 它没有间断的,又没有等处的 就这样,从一楼就上到楼顶 全部是平平直直的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段式 与艾档物同的是B档 B档是四段式 因为它有四角柱,有四角等柱 很自然地把扶手分成四段 它是以直为主 与这种曲弯弧为虎 需要结合的就是 它大多数段都是直的 但它有一段是弯的 这段弯的它有什么规律呢? 是有的 我们讲过它的规律 它的规律 它为什么要分布呢? 它就是出现在 上一层的最后一段 它就是弯弧 我讲一讲 比如说那里 那里是二楼 那里是二楼平台 那里都是一楼 那一楼上二楼 它要经过这一段 这一段是直的 同时这一段也是直的 那一弯上来 各个级上各级 就是一楼上二楼 最后面的级 它相应的 那段是弯的 同样的 二楼上三楼 那二楼上三楼 那段是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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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是二楼上三楼 最后面的一段 它就是弯的 所以规律就是上最后面的一段 就是弯的 所以规律就是上最后一段 就是弯的 那它一共成洞 有多少个弯的呢 就是三个弯的 因为一楼上二楼 有一直弯 二楼上三楼 三楼上二楼 那就是三个弯 所以它上一层 就要经历过三直一弯 我们讲一下它有多少段直 多少段弯 首先它就是十段直 三段弯 总共成同来十三段弧 那三段弯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十段直是什么可以的呢 就是 首先 在一楼上二楼 那段是直的 那段就是那段 那就是一二两段直 那二就是那两段直 那加一 那怎么要加一呢 就是那段 加上那段 那段是直的 好了 下面的三乘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从二楼上三楼 你要经历过多少段 首先从二楼上三楼 要经历四段 樓梯 但是 要经历四段 扶手 但是有一段是弯的 所以要减一 所以就得三 那二楼上三楼 但是是三段 那三楼上四楼 也是三段 所以就是三乘二 最后面加一 怎么加一呢 那度 四楼的段也是直的 所以加上就是十段直的 我们讲一下四段 我们讲一下四段 四段 四段 它也是四段 但是呢 它和B洞 刚刚相反 它是以曲弯弧 直为虎 上结合的 总体来说 它就是一楼上二楼 经一直一弯 然后二楼上三楼 和三楼上四楼 都是经过三弯 达到下一层 我们仔细讲一讲 首先 一楼上二楼 经一直一弯 首先 第一段 一楼上二楼 第一段 它就是弯的 那段就是弯的 那段就是弯的了 然后弯完之后 就是一段直的 那段呢 就是个段 那段呢 相应就是个段 它倒在二楼 那段就是二楼 倒在二楼平台 倒在二楼之后 再经过两只 就经过那两只 那两只 同时呢 就是那两只 就达到可以上三楼的位置 那就是上三楼的位置 那由二楼上三楼 和三楼上四楼 都是一样的 它要经过三个弯 首先那里二楼上三楼 那里有弯的 那里有弯的 那段呢 那段呢 那段也是弯的 要经过三弯 三段弯的扶手 就上到三楼平台 然后呢 上到三楼平台 之后呢 最经历一段直的 那段是直的 那段呢 就是那段 经过那段直的 就达到四楼为止 那三楼上四楼 那里可能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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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四楼为止 那三楼上四楼 同样的 是要经历那些 所以那段呢 我就 就达到二楼上三楼 就可以了 那一段 那一来呢 我们司动呢 通行呢 就是十二段扶手 首先就是 七段弯的 那段就是一楼的一段 然后呢 三乘二就是 二楼上三楼 要经历三段弯 然后三楼上四楼 又是经历三段弯 那五段直的 怎么得来呢 首先那里 那里一楼 一楼 一楼是一段弯的 那一二三 那三段是直的 然后呢 那里是二楼 与之同时 三楼又是有一段 这样的直的 然后呢 四楼又是一段 这样的直的 所以就是加上五段直的 我们比较一下 必动思动 那两张图 相信大家都看过很多次了 那这次我们继续讲 上次我们是比较什么 上次我们是比较过街梯 比较街梯的 它有什么平台 那边是旋转式街梯 那这次我们是比较什么呢 我们又比较它的扶手 所以这两张图 你大体模型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呢 你比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我们看到它的B洞扶手 是四段 四段 那双应 双对应呢 四段街梯 而且呢 这个街梯呢 它是步步街梯 即是说 你某一段扶手 所对应的街梯 它都是上升的 那呢 C洞呢 它也是四段扶手 你根本数是四段扶手 但是呢 它只有三段街梯 因为呢 它有一段是平的 那段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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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设计是平的 等于是它有扶手 但是呢 它没有街梯 所以呢 就和B洞呢 显示出不同了 那呢 对于斯洞来说呢 有街梯的段 它是弧的 二楼四楼 二楼三楼四楼 它都是 有街梯的段 它是弧的 没有街梯的段 它是直的 直的 就是它的特点 我们讲一下D洞和E洞 D洞和E洞北边的情况在原来 这样呢 就和E洞南边有点不同 那段呢 我就以D洞为例 它是一长一段 怎么长一段呢 那段 一段一上来 就直到那边 就上到那边 那段是长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段短的 在这段 它还有一段短 因为它是开封室的这个空间 所以呢 它就 它就 它就会出现 有一段 有一段 街梯就是 刚刚上去的那段 就是此一段 就是第一段 它是两边都有扶手的 它也像IBC IBC是没有那种情况的 IBC只有街梯的一边有扶手 另一边呢 它就是墙壁来的 那因为它D洞或者E洞 它是开封室的 那么呢 就因为 就会出现 有一段 它就没有长 就用扶手去做代替了 就是这样 我们讲I南 I南 首先说双唐 双唐的 双唐的就是 它都是一长一短的 那段是一段长的 一上来一段 到那段 就是这样一刮上来 那段长的 短的是那段 那段短的 那段短的 它是一段D 一段 一段的地方 就是呢 它短一段 是位于最后面 它是在那里 一上到三楼 那段 是楼梯最后面的一段 那么呢 最后面的一段 它才是来一段短的 当然 那段 有一半级隙 那段 结构和有点不同 和D洞和E洞有点不同 那么呢 D洞那边 它是什么呢 它是 短一段 是在楼梯的尺段 在第一段 那边是在木段 所以 那段 就是两支有点 墨头 我们说木扶手的仰式 刚才是木扶手的大体 走向和形态 仰式就是这样 那段 我们要注意到什么呢 那段 注意它那里 中间高 两边低 它是中间的高 原因是两边 互相低 它和外楼梯 和D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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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相应的 这种计刑 就是中间凸出来的 然后两边是这样的 斜下 那段 就是 樓梯的 扶手的拼接点 那段 就是拼接点 拼得挺好的 工历 反正那些都是100年 木扶手 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们说一下铁栏杆 铁栏杆 就是IBC 和D洞 和D洞 D洞 是一样的 IBC 就是 D洞 和D洞 是带有花纹 它是带有花纹 中心的 IBC 就没有的 就是这样 当起来的 我们要注意它的数量大洞 数量大洞 IBC 和D洞 IBC 是一阶洞 两洞 意思就是 一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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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两阶洞 然后 D洞 D洞 一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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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就是 IBC 和D洞 的文章 今期就说完了 下一期就说其他中式的东西 或者小小年 可能下一期就会完结整个楼梯的中式特点 可能应该不是其他东西 如果还有的话 可能以后再说了 那就是这样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